白滿整面牆的CD卻不像一般的唱片行 多了幾張沙發 大長桌 這裡是風和日曆唱片行 來這裡找音樂的人可以舒服地坐下來 聽歌 聽到飽 所以很多人其實進來會問說 有沒有賣誰的賣誰的食物 其實我們就告訴他沒有 這裡其實是我們自己品牌的一個展示的地方 你看到後面的這片牆 其實它是我從小到大的音樂的收藏 我們後來就想要有這個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提供你一個耳機跟一個水冷廳 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選你喜歡的音樂 甚至你不知道的 你就可以一張一張拿下來聽 創辦於2003年的風和日曆 原本真的是一間唱片公司 從引進歐美獨立品牌到轉型推廣台灣原創音樂 發掘音樂人 在數位音樂蓬勃發展的時代 他們再次打造實體店面 希望不一樣的體驗能讓大家碰觸到專輯 因為你碰觸得到我覺得那是一個真實的感覺 就是它是你真正看見摸得到的東西 那它就會給你一種比較踏實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會讓我們可以去抵抗這個時代 那一切都數位化而且感覺很虛無的那種空虛感 摸得到才真實 這裡像是一家CD圖書館 要繼續和大家分享 手中握著實體唱片的感動 你好歡迎收看影響世界我是黃惠玲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家很特別的唱片行 他歡迎你靜靜的坐下來享受唱片行裡面每一首歌 然後他辦的音樂會是台北文青的話題 他甚至帶大家去無剩的家體驗農作 他是瘋和日曆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創辦人查爾斯跟凱特 一起來分享瘋和日曆 凱特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查爾斯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查爾斯這一家咖啡廳真的還蠻特別的 台北市這麼多家咖啡廳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樣子一家咖啡廳對你來說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可以在裡面享受到什麼 它的本體當然是一個咖啡店的形式 但因為我們是唱片行嘛 是一個唱片公司 所以我們能做的其實就是分享 所有我們喜歡我們覺得好的音樂 所以最後就決定把從小到大 家裡收藏的音樂都搬到這邊來 所以那裡面兩千多張都是你的 是 我自己從小到大買的東西 對 對 到那邊去之後 真的就是坐在那裡 然後我點一杯咖啡 是 我可不可以問你那時候可以推薦 比如說查爾斯我很喜歡搖滾樂 所以你就會推薦我 好 裡面你可以挑選到哪一些搖滾樂專輯 對 可能我就可以問你某一個你喜歡的 那我來推薦類似的言聲聆聽這樣子 對 會賺錢嗎 有一天 這是一個夢想吧 這是一個可及的夢想 就是先不去設定他會賺多少錢 但是想做這件事 然後它應該有某些意義 然後我們先把它做好 再去想後面還能做哪些事情 會不會賺到錢 就要看大家的反應了 好 然後咖啡廳其實剛剛開 我知道你們辦了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還蠻特別 叫做少唱歌多說話 為什麼要少唱歌多說話 這跟你們旗下有一個很特別的歌手有關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在那個演唱會都會說什麼話 還蠻漂亮的啦 還蠻漂亮的啦 是火專班的 好 我在講什麼 我又亂講好了 對不起 我每次都亂講 我都忘記自己在台上了 這是你們的歌手對不對 是 他是黃劍 929的團員之一 對 但他現在已經離開929了 因為他自己的事業很忙 對 為什麼要辦一個少唱歌多說話 就是他說話其實蠻有趣的 所以在那個演唱會的現場 其實大家還蠻期待 他歌和歌中間說話的段落 那因為這個活動 其實是等於是 我們開幕的第一個小的演出 對 我們就想說 好像可以去顛覆一下 平常聽很多歌的演出這件事情 那大家最期待什麼事情 也許是聽黃劍講這些有趣的話 所以其實那個演出75分鐘 他其實只唱兩首歌 真的假的 真的是少唱歌多說話 然後他去講了做第一張專輯之前 到做完第一張專輯的過程 然後到底有哪些甘苦 其實很多趣味 包括他談戀愛 為什麼寫很多情歌的故事 都在現場 他就跟大家分享這樣 你們做了很多很多 很另類的事情 也讓這些歌手 有另外一面展現出來 讓大家看見 非常的特別 唱片航發的第一張專輯的歌手是誰 可不可以聊一下 第一個單曲是 其實是陳啟真的單曲 叫Sentimental Chaos 他發的是單曲不是專輯 對 其實他不是我們製作發行 就是啟真自己做完以後 然後交由我們來做通路的整合 跟行銷這樣子 對 這一張單曲其實對他來說意義很重大 那個時間點是 應該是他發完三張專輯之後 離開大唱片公司 那可能還在思索自己的下一步 該怎麼進行 那我們在聊天的過程裡 我就說其實以前一個專輯裡邊 可能三首主打歌拍了MV 其他的七首歌 大家就都不太知道 如果沒有買你就不知道 甚至你都不知道那些歌的故事 那我就說 也許你有機會可以用單曲的形式 去說那首歌的故事 那聊過這個天 後來他好像隔了一陣子 他就說 我做了一個單曲 那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我也跟他溝通了販賣的想法 我覺得與其去唱片行拜託人家賣 你要不要反過來去一些 會喜歡我們這樣的音樂的人的 特殊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找了很多 全省很多 就整個台灣啦 很多那個小的唱片 不是 就服裝店 咖啡店 各種奇怪形式的店 這對他來說其實也是一種 很特別的嘗試對不對 在嘗試一個不一樣的曲風 後來那張單曲賣的好不好 那張單曲賣的很好 應該到現在也是將近兩萬張了吧 對 那台灣從來都沒有單曲的銷售市場 在這張單曲發行之前 其實是大家不太敢上場 上面公司有的會把一些單曲 抽出來當成宣傳品 但是並沒有辦法販賣 因為台灣的消費者其實蠻會精算的 有一張專輯350元 所以十首歌 一首歌應該是35元 對 但是一個單曲要賣你150元 所以他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花150元 去買一個35元價值的東西 所以其實包括剛才在說的 很多觀念的顛覆 就是他的一首歌 一張專輯的350元 並不是出以十 應該不是這樣出以十來算 對 他有他獨特的故事跟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單曲 給這個市場帶來的某種意義 第二張單曲就更厲害了 對 旅行的意義 對 很驚人的銷售跟傳播這樣子 對 後來幾陣的演唱會 對 旅行的意義這首歌已經變成是一個 好像是國歌嘛 就大家還要戴著安全帽去看演唱會這樣 對 就是文青界的天后這樣 旅行的那首歌其實在講 吳勝老師他們家 包含智寧的姐姐 英寧 他們在做西舟上水米的推廣 強調不要用農藥 用自然農法的稻作 然後去把這些稻子 跟維護生態的環境跟平衡這樣子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與其在那邊讓大家在都市裡頭 就聽這些音樂 你直接把人帶到那個鄉下去 你就讓他們看是 哪些農夫在做這些事情 好 講到瘋和日曆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一個 很大膽的唱片行 你們還請蕭清陽做了很特別的封面 對 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那時候是蕭清陽 第二次入圍格蘭美獎 對 創作這中本來就很難計價吧 我覺得蕭清陽 因為跟他認識蠻久的 包括從我們自己發行的第一張專輯 那個自然卷 開始就是他設計的 然後做吳勝老師這個專案的時候 他花了很多時間 他跟我一共下去三次還四次去彰化 跟我老師聊天 帶著攝影師去記錄一些東西 從這個聊天跟他觀察過程裡去尋找 要怎麼樣設計這個東西 對 因為樹木是主題 所以後來他就用了木紋 樹的皮 樹的各種元素來當作這次設計的發想這樣 所以你看到封面其實是一個木紋的東西 對 那時候你們有考慮過嗎 就蕭清陽老師開出來的這樣子一張專輯 大概要花多少錢 在做封面上 因為吳勝老師像這個專案 他會比我們一般的唱片製作 確實是預算擴措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個上限 對 那基本上蕭清陽不太管這件事情 但是有時候我自己也是一個 很大膽的人 就是會覺得作品很重要 如果都做到這裡了 好像就讓它完成 那剩下的事情 我們後面再想辦法好了 傭大就做了 對 可以這樣說嗎 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思考那麼多也沒有用 就是你真的把價格降下來了 或者說但是它變得不好看 那何必做這件事情 好 講到吳勝老師這張專輯 就一定會談到 吳勝老師 吳志明 他們去年發的那張專輯 好這件事我也有參與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一個很 特別的唱片行 就賣唱片就好了 賣專輯就好了 辦歌手演唱會也好了 就你們還要帶觀眾們 去吳勝老師家種田嗎 凱特可不可以說一下那件事 那天好熱喔 對啊 因為 應該是說 那時候我們在做野餐詩歌 那張專輯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一首歌叫水田 然後水田那首歌其實在講 就是剛好跟他們家 就是吳勝老師他們家 包含智明的姐姐 英寧 他們在做西州上水米的推廣 那個東西有關 那我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強調不要用農藥 用自然農法的稻作 然後去把這些稻子跟維護生態 環境跟平衡這樣子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既然都要發專輯了 那我覺得 與其在那邊讓大家在都市裡頭 就聽這些音樂 你直接把人帶到那個鄉下去 你就讓他們看是 哪些農夫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當你腳踩在泥土裡面 然後你跟著農夫一起割刀收穫 這個過程 你知道你吃的東西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 強調讓大家去體驗真實這件事情 是有意義的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 西州上水米的那個營隊 然後我們就瞬間 大家全部都變成隊服啊 然後老師指導老師 還去拜託他們 就是跟他們的上水米團隊一起合作 就做了那一次的營隊 然後其實也是試著在幫 上水米這個團隊去找尋一些可能 因為他們那時候其實算剛成立不久 所以對於伴售或是推廣的這個東西 因為他其實不像某 大部分的某一些品牌 其實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價值了 他們還正在起步階段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就 跟他們一起做了這件事情 對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歌手他 是什麼情境之下 在哪一塊土壤寫出了這樣的歌 然後好好好 我帶你去 你們一起去體驗這件事 然後還在那邊辦了一個小型的演唱會吧 是這樣 那個演唱會就是吳聖老師跟吳智玲兩個人 一起說 為什麼這首歌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老師還朗誦了 他的詩 然後吳智玲唱 對 那天其實還蠻有趣的 尤其是吳智玲的小外甥女 也來客串 他其實有在裡面唱兩句對不對 對 在專輯裡面 對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豐和日曆做的事情 其實都非常的非典型 非典型的唱片行 非典型的咖啡廳 非典型的行銷活動 我這樣開啟了一間唱片行 是 對 但是因為做生意真的很難 對 那完全不懂這些專業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辦法支持太久 那我的本業是在做唱片企劃跟製作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其實就是有跟自然卷就開始聊起 要不要透過我們自己的方式來製作跟發行 就是台灣的創作音樂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 台灣的流行音樂被很多國外的翻唱歌去 就佔據了 可能主打歌是同時他們要發行的西洋 日本或是韓國音樂的翻唱 那很多台灣自己的創作者 其實相對的機會就被壓縮了 對 那我們就在想應該有別的方式去讓我們自己的創作人被聽見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 就除了幫啟程做單曲的發行以外 我就開始跟自然卷跟929的智民黃界 開始聯繫去想怎麼做這些事情 對 那一開始的初衷真的蠻單純的就是 我相信我喜歡的東西一定也有別人喜歡 那只是不知道那個數量有多少 就傻傻的開始做啊 就是從自然卷929黃界做起 然後一張一張慢慢發行 到後來做吳聖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量真的需求很大 我就開始去尋找第二個工作人員就是凱特這樣子 對 所以你是員工編號001 凱特是002 對 就一直做到現在 嗯 風和日麗其實你們旗下的歌手都很特別 我們剛剛講了黃界 我們講了吳志寧 吳聖老師應該也算是你們旗下的歌手 對 可不可以請你們講一下 就是你們在合作的選擇上面 有沒有一個你們比較喜歡的模式 還有你們大概會怎麼挑選你們合作的歌手呢 因為一開始當然是我挑選嘛 那挑選其實蠻簡單就是我喜歡嘛 就是我要做我自己 所以我就推薦我喜歡的給你這樣 我要找到也喜歡這種人 對 還是藝人 對 還是藝人 因為我覺得你很喜歡 對 你就會有熱情 嗯 你就會有信心去告訴身邊的人說他真的很好聽 嗯 那如果我只是覺得他還可以 當然他會賣得很好 那他就會很容易淪於一種銷售的說詞 對 可是當我在寫每一個專輯的介紹或是推薦的時候 我是真心的可以告訴你我被哪一個 這首歌的哪一個句子感動了 我被這個人的哪一個特質感動 那個是真實沒有就沒有任何掩飾的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才有真正的傳播的可能 嗯 嗯 凱特你跟這麼多的歌手一起合作 如何把他們塑造成Superstar 聽說黃界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會講話嘛對不對 因為我普遍他們年紀都比我大一點 嗯 但是我覺得相處的狀況 我比較像他們的姐姐 嗯 就是常會叮嚀他們這個叮嚀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常常會忘東忘西或什麼 然後我自己覺得比較像是同伴一起成長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進公司工作 那個黃界才剛發完第一張專輯 嗯 所以其實也還是在起步階段 然後對我來講我也是才剛進這個行業裡頭工作 所以我也是在起步階段 嗯 所以我們我們包含我啊智寧啊黃界啊 我們就是都是很像是一起一起步的夥伴 大家一起學習 中間當然還是會有爭吵啊或是什麼 可是那個東西大家都知道最最淺層跟最裡面的那個 是大家都希望事情好 對 對 那大家都希望我們還可以繼續一起努力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信任 所以我們就可以克服很多問題 那黃界常常就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應該要去感覺現在很難過很難熬的這個時間 對 對 就是這個時期是你一定要很用心的去感覺這件事 對 因為這一輩子可能能讓你那麼痛的人 其實沒有幾個 呵呵 第一個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因為這麼痛 所以你才有正在活著的感覺 所以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是 記得前兩年一直被瘋和日曆問了一個問題 瘋和日曆一直問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生活了 然後黃界就在那個平常很搞笑的黃界 他是演一個上班族 對 對 一直被你有多久沒有好好過生活 然後他在那個MV 在那個影片裡面被女朋友甩了等等的 瘋和日曆連連看 那個演唱會其實也是很多文青那時候 一直到至今都還念念不忘的演唱會 我覺得那時候的那個歌手們 在台上展現的也是很真實的那一面 那個是一二年的連連看 因為一零年那時候我們是做單一舞台在台中 然後一二年我們就在思考說 因為我們其實很不喜歡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一二年我們就說那就回台北 然後可是又不想要辦一個 就是好像很多舞台或是 就是又是單一舞台辦到台北也沒意思 然後那時候剛好遇到我們十周年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來做十場演唱會好了 然後一開始講的時候 欸這個任務其實也還蠻困難的吧 十場欸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很困難 大家只覺得好酷喔 好那一開始就想 那要做什麼呢 超爾斯也是覺得很酷嗎 老闆那時候也覺得 應該是吧 那時候也跟著一起想 是我想的 哈哈哈 他就是始作俑哲 對 然後我們就提了在黑板 白板上面寫了很多 就是我們有很多什麼事情想做 但是還沒有做的事 嗯嗯 就是一直很想做 但是可能 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就沒有做 就大家立了很多 所以包含你有多久沒有 好好的睡 睡睡覺也有 或是你有多久沒有 期待明天工作的到來 然後你有多久沒有 好好跟爸媽說話 這些問題都好真實喔 對 就是那都是我們全部 然後我記得我們還把那些題目 寫在白板上 然後那一陣子 大概那兩三個月 然後我們公司開會的時候 不管是藝人或是廠商 我們全部就讓他們看 就說你們覺得哪些應該 就是你們現在想的 然後就統合出來 就最後歸納出那十場主題 然後我們就找了這些演出者 因為我們其實是品牌的音樂節 所以還是以品牌的藝人為基礎 然後去搭檔一組品牌 就是可能藝人本身很欣賞 或喜歡的演出者 然後我們就去邀請他們 包含那時候我找萬芳 黃韻玲 對 然後陳珊妮啊等等 Banai啊 他們大家都有一起來 吳智銘選的就是Banai 對 然後跟陳生 就跟森哥 他們三個是一組這樣子 對 然後黃雞跟蛋堡 對 然後陳梅救星跟甜梅浩跟陳山妮 就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找這些演出者 所以一起討論 就關於這個題目 他們對於這個東西的想像 然後我們就真正的題目去開出 適合那個題目的歌單 對 然後包含我們也延伸去做了 很多的募集活動 就是請大家募集這些 看到這些題目 你會想要什麼照片 然後把它串連成一支一支的影像 這樣子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過生活 那一支影片其實還蠻 就是很嚇人啊 到最後那個女警把你嗶嗶 然後就把你叫嚇 黃雞 就問黃雞說 你有多久沒有過生活 其實是我們自己在 你看做十年嘛 那時候是十週年 我們自己做了十年之後 對自己的反思 就是每天在公司跑活動 然後開會 那是你自己的生活呢 就是你強調 你追求一個生活的音樂品牌 可是你自己都沒有把生活過好 你憑什麼去跟人家分享你的生活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在想要改變這件事情 就是你得提醒 在說到現在我們會 大概到七點下半時間 就會跟同事說 不要再做了 就除非你今天非得出力完這件事 對啊 我們真的會跟同事說 就不要留在公司 那像現在有電 我寧可你去前面喝咖啡聽音樂 就是你不要留在下面處理 不是非今天要處理的事情 對 因為不然 你的生活都不會有新的刺激 你怎麼會給工作帶來新的能量 對 所以那個活動 是我們自己在長年的 被工作的壓抑之後的一個反思 就是包括藝人們也是 就是去思考你的生活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不快樂 對 明明在做很有希望很熱情的事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一直在抱怨 對 所以就從那個活動的提醒自己 做起這樣子 嗯 所以風和日曆 什麼時候要再提醒我們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過生活 什麼時候要再提醒我們 我覺得對我來講 10年做第一次連演看嘛 然後12年做第二次連演看 然後其實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就說 那你們14年要做什麼 可是其實我們14年發了很多片 就去年發了很多片 然後一直到15年 其實對我來講 15年的連連看其實已經做完了 就是我們的唱片行 就是好好聽 因為好好過生活 其實這個東西在講的 不是要大家去追求過度的物質慾望 我們其實想要講的是 大家好好的專心的面對自己 然後待在那個當下 就是我們現在是開心還是痛 就是黃姐很常 因為很多歌名常會寫訊息給黃姐 就說她最近狀況不好失戀啊等等 很難受什麼什麼的那些 聽她的音樂感覺很好 就是好一點什麼的 那黃姐常常就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應該要去感覺 現在很難過很難熬的這個時間 對 就是這個時期是 你一定要很用心的去感覺這件事 因為這一輩子可能能讓你那麼痛的人 其實沒有幾個 第一個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因為這麼痛 所以你才有正在活著的感覺 所以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我們在講的事情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生活不一定都是美好的 對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 音樂或是一場演唱會或一首歌 就是讓你們可以釋放一點點壓力 找到一點點出口 對 但是你還是得回來面對你的生活 所以我們還是會一直提醒大家這些東西 對 那唱片行的成立跟狀態 大致上想講的事情也是這樣 對 所以就是去唱片行 好好的欣賞一首歌 或者就是好好的去放鬆一個下午 然後去挑不管是曹爾斯推薦的 或是凱特推薦的音樂 然後不要上網 對 享受你手上那本書 或者是那張專輯那首歌這樣 好 那我們就唱片行咖啡廳見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凱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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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